描繪宜蘭縣南澳鄉原住民傳統領域 和礦場開發的故事翻閱之後 由導演陳樂希和一群熱愛影像 記錄的年輕人跟著南澳的騎老 獵人關注原住民的土地 文化以及傳統 開礦其實它是一個不可逆的行為 那我們不是說要反對開礦 可是開礦必須要有它的一些正義程序 有這些正義程序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正正的好好的對待我們的山林 我就想的時候就幫助這些一群年輕人 大學畢業出來的時候 能夠為我們南澳鄉的一些美景 然後文化背景 所以我就願意義務性的提供他們很多的畫面 我知道他們有應該是幾年前是有入圍嘛 原來他們在拍紀錄片 這樣也好我想說既然拍這個紀錄片 要讓我就很願意讓他們了解這個 整個傳統領域跟北溪的那個故事 這部紀錄南澳的在地故事分別在2017年 2018年獲得新北市紀錄片競賽優選的肯定 也拿下影片發展的第一桶金 讓製作團隊買下相關的攝影器材 有機會從短片製作發展到成為長片 並且參加新北市國際紀錄片月 選擇在這裡首映翻閱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部影片 它發生了一些狀況之後 它不見得能夠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就有賴於其實導演的堅持 然後還有整個團隊的堅持 所以我想這部影片 它除了它紀錄的意義 它在它後面其實還是有很多背景 其實讓人家看到整個團隊的勇氣跟堅持 所以才成就了最後這樣一個結果 系數將近三年的拍攝期 拍攝團隊歷經困難與波折 其中一位紀錄團員在過程中 因為意外身亡 而他的父親也是被記錄的影片主角之一 堅持完成這部片 留給女兒最後的禮物 關乎以前是殺雲落難的事件 就應該是殺雲事件 就是很有名 我想現在後面變成別息 就發生到我小孩的惠謙師徒 所以他都有故事在 所以希望這個兩年 在三年期間 把那個惠謙的故事 把它延續下去 導演陳樂希來自香港 和一群同學在就學期間 因為溯溪愛上了台灣山林 和原住民文化引發初心 長期蹲點進行拍攝與訪談 紀錄下翻閱之後 留下了珍貴的文化資產 之後也將在宜蘭進行放映 邀請更多在地的鄉親 關注自己的家鄉 記者林立如劉安靜 新北報導 台湾